一部三輪推車 在沒有人操作的情況下 居然自己衝過馬路 往一百公尺外的對接直奔 還撞上一部 微停紅線的白色轎車 换個角度一看 三輪車即使 讓人連車尾都追不上 儘管當下有民眾發現 想攔截 但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 只能看著三輪車 横衝直撞 離奇事件發生在漲化秀水 當地民眾說 下雨前突然一陣怪風狂吹 宛如颱風天 而當天秀水最高刮起九級風 這部三輪車 是冰店改裝的推車 放在店門口當招牌 很輕 加上推車上散面 橫倒張開 所以風一吹 馬上就離家出走 它微停是不對 沒錯 但是它就無妄自摘 因為就是被它撞到 無人三輪車 驚回過馬路 宛如開啟自動駕駛 離奇的事 還撞上微停轎車 車主沒報案 警方說事後人可以求償 但它停紅線 也要吞罰單 記者承受 陽神王世函 彰化採訪報導